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樂報》我們廣場又來了 我是余榮陽 身邊都有鄭重輝 是 宇成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今集說一些話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有句話 但現在比較少人說 如果你對著一個 特別是婦人 說的不好的話 那個婦人就會說 閘住 閘住是甚麼意思呢 閘住即是拒絕 甚至說 閘住得來 不會這樣的 不會發生的 例如你說 這樣就糟了 閘住 或者說大家來講 即是黨阻擋你 為甚麼說閘住呢 現在有一個本來的名字叫閘的 黨紅閘 我們講過很多閘 即是很多閘 又講甚麼時候會做 初頭又說21年年底 如果不做都22年年頭 現在是23年年頭 誰知道那個黨紅閘 真的閘住 這個閘住由哪位說出來呢 是由我們的公務員師師羅勒文師長說 是最權威的 沒有可能他說 不做了 沒有可能他說了之後 特首說做 我想他現在發表了 在他的任期裏面的決定 最低限度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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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可以慢慢抽屍剝繭 趁著有限的時間 講講 關於黨紅閘 當然這個社會 很多人會說 應該做不應該做 我想 我們不要說他怎樣做 不要說他怎樣做 這個更複雜 應不應該做 我想有一句說話 叫做時移世翼 這句說話 當時澳門的經濟 即是說 立立令 即是很豐厚的我們的儲備 即是任你花 都花不了那麼多錢 說真的 好了 現在一個考慮 真的是錢問題 第一個錢問題 就是建立這個防洪閘 會需要一大筆的錢 另外一個錢就是 日後建成之後的保養 也是要一大筆錢 好了 除了保養 營運也要費用 好了 接著就說 他的功能 是不是真的可以值這麼多錢 因為民生當然住在被水浸威脅 即是洪水威脅的地方 當然每一個都很想 這個設計 住最多不方便 是的 設計 做生意的那些還有損失 你住在三樓 樓梯樓好 有小部分的高層在下環街附近 他住在上面的不會有大的損失 但是有不方便 但是在這裏經營生意 在一個舖位做事的會損失 也可能會導致這一帶物業的價格 因為這個隱患 就可能升不上去 這個一早就已經是 天鴿之後就由慎了 另外一件事 我想這個是技術的原因 就是說 就算澳門做了這個防洪集 可能澳門這一部分 可能會有些舒緩 首先我和你分析 這個擋洪集 在民間 普遍認為是不會蓋的 這麼多年來 我想你也聽到的 即使有時候 找到國家的水利部去研究 現在呢 這個也是內地的 一個仿真的企業 來做了一個仿真的黨洪集 但是民間很多人認為 到時都會爛尾都不會蓋的了 果然廣眾 因為澳門很多事情 以前都被人看死 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似乎是澳門的問題 似乎 但是居民想清楚一些 是澳門的問題 但在一個部分區域 不是全澳盛 我講一句笑 有些事情在大家編排上 不能吻合 變成不能拿來做藉口 如果做了這個仿真的黨洪集 就說明說仿真做出來 效果是不行的 做了浪費的 不如不要做 但是最糟了 有些少少矛盾 當日在立法會 全體會議上 羅勒文列席兼引誡 就說 說出一個報告 報告說 這個仿真的黨洪集 是表現出來 是可以有效的 這樣才糟糕 你說有效 但是我們不起了 這樣就有少少矛盾 就是不能借它做力 如果一早 連仿真這個都不做 一早你知道大概是價錢 不是現在突然間 喂 以往我說一億搞定 現在要五十幾億 不是的 不早 一直都知道 有很多東西超資都是這樣 大白象都是這樣 為什麼現在就說不做 而等於放棄了整個區的居民 兼那些鋪的護主呢 連立法會主席高開賢都提出 那是不是官方 看看將來怎麼幫助那些商戶遷移 還是怎樣 遷移了是不是那個地鋪不用呢 拿來做不下雨的時候 好天拿來泊車還是怎樣 我又記得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類似澳門那樣大 比澳門嚴重很多 這個就是吳州 我都在這裡講過兩三次 吳州那個 就是當西江大水 是直接去到一條大馬路上面 打橫那個紅綠燈 差不多的 伸手可到 是 你可想知道 一般來說 都有四米幾高 就是紅綠燈 你要過得一些大貨櫃 你也記得一個奇景 就是在二樓那裏整個彎 就是有個圈 用來綁船的 吳州我去過 青島我去過 青島我去過 青島的水利就是一樓 但這些呢 它跟澳門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澳門就存在一個 上下游的問題 而上下游呢 那個政府的結構 因為一國兩制呢 就有一點點不同 變成我們有些什麼 是不是反過來影響了上游 因為也有議員提出這個問題 當然我認為 就是以我不成熟的想法 你弄了一個黨紅集 那些水都是再射向澳門再出去的大海 就不會倒流回頭的 但是呢 可能上面認為 多少對我們有些不利 這個我不知道 也不要說是我拋的問題出來 就是引起大家不開心 其實呢 大家會看到一個問題 其實那些水真的很多人害怕 因為我也說 我也曾經見過那艘船 在馬路上面再提升兩三米 船在馬路上面 因為它有一個防控堤 所以那些水是比地面高很多 至於有社會人士 社團的人士 這個經由電台播出來的新聞 就是我引用的 就說 它贊同的是暫緩興建 我不認為這樣叫暫緩 因為你還未說確定興建 你確定興建 而未興建 或者遲些會興建 先用得暫緩 如果你就算確定了 你不興建 就取消 即是用暫緩這個字眼 我不認同 輝哥 我想就是這樣 即是在現界政府的角度 它可以說 在現界政府先擱置它 你可以這樣用 又不說得擱置 因為你還未拍攝 是擱置去計劃這件事 連計劃都不要再計劃了 現在是 但我又覺得 你說了 即是不興建 這個很斬釘截鐵 民間是不應該用別的字眼 官方用這個很清晰 另外 民間有關社團就說 十年後再檢討 這個什麼概念 就算你不興建 也不應該十年那麼久 大家知道 作為特首任期是多少 五年 十年 即是兩屆的特首之後 等於 因為特首 未是今年任門的 但也肯定它不會 跨年任 因為除非你 改 好像改黨章 改澳門的基本法 所以我認為 是可以不興建 暫時不興建 這個我不同意的 不是叫暫時 是沒有興建 但是 是不是應該 不要隔這麼久才檢討 當然這個是民間說的 但是官方應該有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我們現在 有些條件不成熟 將來會成功呢 還是你怎麼成熟 我都不起呢 我希望 說得比羅立文 在立法會的短短時間 更明確一點 大家好 安樂 死就死吧 有些權威的意見 也有補充一些不興 你都要安慰一下最低限度 現在受洪水影響的地方 就是說 泵房做好一點 不是 泵房做好一點 之後再去想辦法 看看效果 如果有 我們水浸了多少年 阿輝君 你還想到什麼辦法 其中當時都說 會將那個堤壩 由那個 青州的 即是法治基北灣那邊 一路建 即是將整個內港 建一條高的堤壩 我問你 你點起堤壩 合不合那個黨紅閘 但是 點起都不合的 你可以說有多少年一遇 拋這些東西出來 那就是 令到那些暴衛 這兩年不怕 事實這兩年沒有浸得好像天甲 山竹那麼厲害 我想如果作為一個地方的環境整治 都可以不斷想一些 比較可行性高的辦法 澳門我覺得 你如果有 這麼多年都做了 又便宜 又好做 進步著 進步著 今天想不到的問題 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是我沒有什麼期望 對這些 我想這個 如果照樣看 如果做那個堤壩 其實現在的北灣也好 一直去到沙梨頭 去到河邊新街那裏 其實就說真的 堤壩很矮 現在的問題 因為雙管齊下 第一個就是水位高 就是洪潮來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海水道貫 我是反而支持立法會主席高開言所提出的 政府想想 你說不起 不起就有些合遺症要處理的 我又拋一些 你當我是笑傲江湖講笑 是不是將來那裏 遇到他長期都會有一點水浸 不如那裏搞橡皮艇 有另外一個格局 那就是笑傲江湖 然後 將舖位升上去二樓 就是 用一個梯子上去 就是復古 這條河邊新街真是河邊 威尼斯 就是 渡船街真是木橋街 有一條木橋 你知不知道斗門都有水鄉 有個地方 中間一條河 然後兩邊的屋子有一個梯級 船泊在梯級上的屋子 一個水位高 我想 可以想一些 我們力能所及 不要太大白象 想想 這個 我有些失望 我覺得 我剛才說 我是期望不到的了 我是失望了的 因為水崩 都是其中 大家經過這麼多年的訴求 而做出來的一個 我不是只是對 公務運輸師的範疇 感到失望 我對整體失望 因為天甲後 澳門特區政府 是希望水利部 幫我們想的 結果想出什麼呢 那是不是可能 明年換了班 不是明年 現在二、三年 可能今年三月換了班 有些事情 從來 就好像 動態清零 就變了現在的新模式 我們都是開心的 你用什麼理由 這個不要緊 不是我和你說的 理由是國家說的 如果你說到時候 三月後 換了班 可能有新的總理 新的不同的副總理 或者將來有新的一頁 是嗎 我想 古文論怎樣都好 我都認為 他牽涉的地區都挺廣泛 作為一個政府 今天未想得到 或者未適合去做的話 但是我不希望他們到此為止 我不希望他們放棄 那需要不需要安慰一下羅勒文思長 你說幾句 你說幾句 安慰一下 我不想我安慰 他可能都很樂力 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所以 任何困難 在他來說 他都可以自己化解了 情緒上的事情 我想他沒有問題 但是你同不同意 十年後才來再檢討 這麼久 還是好像你剛才說 找其他方法 要積極呢 應該積極和消極 政府部門這些已經是常態 你不到你不積極 因為一水浸你最低限度 那個應變災難的小組 都要做事 你說得明確一點 你同不同意到十年後才檢討 好 我不同意的 你認為是否應該不時 繼續去 因為時移就是世易 就是不斷的環境改變 方針改變 概念思想的改變 很多東西在改變 是的 這個世界是不斷改變的 你如果有些事情 你搞得不好的 氣象局局長都要走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至於這個方法未成熟 就可以不愛這個方法 但是不是等於消極到躺平的 你看短期內 在這個區的物業 會不會不是這麼看好的價錢 或者輕輕跌少少呢 我想這個概念 這個區 大家富貴險中求 這個股份今天是低迷的 有人趁低級納 買一納舖位都不奇怪的 就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反而大家可以去搏 你試一下你夠資金的 其實還有一樣東西 還有一樣東西 這裡不是就是水浸的 就是你的行業 可以水浸 就關一段時間搞定再又來過 就沒有所謂了 是不是 這個 得不得地鋪全部起了圍牆 不需要 然後經二樓下去 不需要 第一個 你的行業 水浸的時候 不會令到你的損失很大 就是室內的財物的損失 為了這樣 就是不要做一些賣貴重貨品的事情 就是很多 深容 本來下半間很多的 改為或者做一些手作的事情 單展50元60元 水浸都影響不到它很大 就是有些事情很簡單 很簡單 這區的舖位 因為這個水浸的原因 所以它便宜租 它便宜租 便宜租成本低 成本低便是你的優勢 你的優勢便是大宣傳 全澳門某一樣東西是賣10元的 因為我那裡的舖位便宜 告訴你 因為水浸 現在就沒有水浸 當然我的東西又不會水浸的 你現在來買 九個半 給澳門任何一間都便宜了 有些人會嘗試 去收拾便宜貨 什麼原因 很清楚 這就是廣告 因為那些租便宜 為什麼租便宜 因為水浸 我覺得這些舖位的價值高與低 其實大家要靈活去處理它 不要炒 我們幫忙想想做什麼行業 我已經拋出的行業 是單展 但不可以整條街 整個區都是做單展的 大家幫忙想想 好 多謝輝哥